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按 半藏则会挥舞剧毒镰刀对敌人进行攻击 最后向前方甩出镰刀 期间可以小幅度移动 最后一段命中会使敌人中毒 技能花普攻会使半藏进入防反状态 此时如果敌人攻击半藏 半藏就会使用火盾起爆炎阵 抓取并攻击敌人 半藏当年就是用这招烧伤了长门的双腿 使长门一行人陷入苦战 这繁多的触发方式使用方法得当甚至可以扭转战局 不愧是当初的忍戒半神 最后就是半藏的奥义 忍法联悟之术 半藏通灵出山蛟鱼并伏击飞敌人 并喷出毒物为半藏制造机会 在敌人深陷剧毒迷雾中时 半藏从空中跳下使用锁连对敌人发动惊天一击 破开迷雾并终结敌人 半藏的提神剑主动按下为顺身之术 向前顺一段距离 并且在顺身后按下二技能 可以迅速使用锁链将敌方抓至身前 再使用图毒镰刀重击敌人并使敌人中毒 主动使用顺身的代价就是扣除一颗奥义点和顺身进入CD 受集时按下提神键与普通忍者提神效果一致 但不可以接快速出售的二技能 在实战中推荐大家先手召唤山蛟鱼亚潮 再利用大范围的普攻频繁扰扰对手 由于正常释放二技能有一定的潜摇 大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使用特殊的损身二技能 相信学员们在半藏的中毒Buff 大范围攻击和特殊的机制下 可以完美地取得胜利 半藏在使用山蛟鱼通灵后 有什么特殊效果 即将来袭的人法铁秘券又会是什么呢 唉 顺不住游戏了一下山蛟鱼 差点手都没了 这一次不要下次一定 好吗 怎么还有 好的 然后 我们下集合